天称座下周运势 9月9日到9月15日 事业运势 下周的天象对天称座的你而言 仿佛是事业舞台上的璀璨灯光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水星轻盈步入处女座的殿堂 不仅让你对细节的把控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仿佛赋予了你一双翘手 将每一个工作计划都编织的既精细又高效 你将如同一位优雅的指挥家 引领着团队在项目的海洋中破浪前行 水星与火星的六分项 合作伙伴之间的每一次交流都充满了默契与火花 合作与讨论因此变得轻松愉快 创意与灵感在碰撞中意义生辉 太阳与木星的四分交汇 更是点燃了你内心的自信与乐观之火 让你在展现领导才能与创造力的道路上无所畏惧 每一步都踏出了坚实的步伐 进行与木星的三分加园 更是为你铺设了人脉与合作的黄金大道 良好的人际关系将成为你事业攀升的坚实后盾 财运运势在财运的征途上 下周的天象同样为你带来了惊喜与挑战并存的风景 金星与木星的三分相 让你仿佛穿上了魅力的外衣 无论是职场上的谈判还是生活中的社交 都能轻松吸引来额外的收入与奖励 你的魅力与吸引力成为了吸引财富的磁石 让财富自然而然的流向你的怀抱 而水星的影响 则让你在理财规划上更加得心应手 每一次的财务决策都充满了理性与智慧 财务管理的效率与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然而 也要记得保持谨慎与理性 避免冲动消费与投资 用智慧的双眼守护好自己的财务状况 让财富之数长清 爱情运势 对于单身的天秤座而言 下周的爱情花园中 弥漫着浪漫与甜蜜的气息 金星与木星的三分相 让你的魅力与吸引力达到了巅峰状态 仿佛一朵盛开的花朵 吸引着蜜蜂与蝴蝶的分支探来 你有机会在这个时期 遇到那个让你心动不已的人 或是与心仪的对象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 而对于恋爱中的天秤座来说 水星的影响则让你们的沟通 变得更加顺畅与深入 彼此之间的理解与默契 在交流中不断加深 保持开放与诚实的沟通态度 让爱情在相互的理解与包容中 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健康小贴士 在追求事业与爱情的同时 别忘了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 下周的天象可能会给你带来 一定的工作压力与情感波动 但请记得寻找合适的方式来释放压力 保持身心的平衡 保持良好的饮食与运动习惯 是维持健康的基础 而休息与放松则是心灵的避风港 面对天象带来的情绪起伏与心态变化时 请保持平和与乐观的心态 去迎接每一个挑战与机遇 记住 只有身心健康 心态平和的你 才能更加充分的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份幸福与满足